玻璃很有趣,它可以很漂亮 亦可以表達不漂亮的東西 或者表達一些深層的意思 小時候,記憶玻璃其實有點模糊 很多東西都不會很珍惜 但我小時候會做一件事,我會做波子 原來在波子看上去,那個世界是調轉了 那我就覺得那個世界很有趣 原來跟那個世界是不同的,調轉了 最初是用一個電熱板,即煲水的電熱板 插著插鬚,零制,那塊板就會發熱 我們就加一個精龍的蓋,鋁蓋 然後就用來煲著玻璃 那時候其實是一個探索的過程 而我的興趣很多,除了做玻璃之外 又做其他東西 你看到這三幅都是用金屬做基礎 而在金屬上燒了一層玻璃 那一幅其實是黑黑的 那兩幅其實是我們叫overburn 這隻玻璃最高承受到800至900度 但你燒到900度,它就burn 它好像一個水蜜 因為這種煤界很吊詭 它究竟是玻璃,還是金屬,還是什麼 玩芳的人多數會被火辣 現在做到很晚,有條牠突然脫掉 如果是石油氣的話,它就會噴火 那它真的噴火 但要關閉旁邊的鍵 就要穿過火才能關閉 結果這裡燒了一塊 我們找到一隻很好的湯火膏 一包包仔,我用了十幾包 好了一個月就好了 有沒有曾經放棄過你 也有放棄過 或者你的作品沒有什麼迴響 因為我有做物劇 我最終那時候就拿一個行李箱去街上做 那你就可以馬上有錢 藝術家本身就要在社會裡 怎樣去找自己的定位 如果你一想到錢 你就會想到很多東西 怎樣可以賺到錢 譬如你看到我教很多手工藝 這些手作其實我們很多學生都會用這個手作的方式去做創業 也都生活得不錯 那我為什麼不拿這些東西去賣呢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沉迷了下去做手作 我就做不到我自己想做的事 你看到這裡有個雕塑 這個雕塑就好像樓梯一樣 即是呼應我十幾年前的創作 它可以送我們去到某一個地方 可以是上去可以是下去的 其實也可以是在中間停下來的 所以它可以說的是人生的一個很簡單的過程 爬梯對於我的創作 我覺得有另一個層次 就是它可以爬得很高 究竟要爬去哪裡呢 為什麼要爬呢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這個是我開始清楚了 有些人說藝術為自己創作 才是藝術 有些人可能就是藝術為了表演 或者表達的人 那你自己的問題 這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我想最重要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因為我一直都是用教育去做目標 我會想教很多人 其實現在開始我會漸漸覺得 我會做好自己的作品 但原來人生很簡單的 你滿足到自己 亦都有一些觀眾有迴響 是有趣的 你和生活有一個枯罩是重要的 如果我有一個玻璃杯是我自己做的 它亦都有一個可以用的一面 亦都可以讓玻璃這種煤界 可以更加令人欣賞到 十年 十年 給我十年 這十年就會創作 中國他們有個說法 十年是一個小成 現在已經好知自己要做什麼 就全力做 我是黃國宗 是一個玻璃雕塑家